因為這個大型的日元貸款早就沒有了 現在留下來的是幾項技術援助 還有一些友善援助 基本上這個是一定要結束的 但是結束援助需要選對一個時間點 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 如果是在兩國關係是截到谷底的時候 宣布的話那就雪上膠霜 那麼現在剛好是上升的一個勢頭 而且一個替代的措施 就是說日中兩國在平起平坐的狀況之下 開始對第三國的一個合作 共同的合作 所以這是一個算是一個比較美滿的一個結束 所以這個時間點是日中關係開始好轉的這個時候